我平常時最喜歡看海 我喜歡吹著海風 呼吸著海味 去享受那種身心靈放鬆的感覺 但這時候呢 找一家咖啡廳 點一杯便宜又大杯的飲料 你就可以喝很久 坐很久 繼續看海 說到燒個大碗呢 今天要幫大家試駕的車型 你一定會滿意 不是這台S-Class喔 是頭巾 這台車是全台灣 銷售第一的車款 也是你搭Uber 最常會做到的車型 它就是熱銷的國產休旅車 Carola Close 那麼講到這台車 有些朋友一定會說 這我連坐Uber就坐得到 哪有什麼好介紹 重點來了 這一次的改款呢 真的是燒個大碗 除了它針對標準版車型 在板件上的大幅更動 會讓你覺得更具運動性 還有同時更具視覺質感以外 在內裝跟安全的科技呢 大幅提升 還有一個重點 它從原本的涅氫電池呢 換上了離電池 讓你的荷包更省 那到底它表現有多神奇呢 好 跟著我們一起試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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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蘿氏 趕快 詞 meno vow 魏 而且還差20萬 所以它的那個配備啊 還有質感啊 甚至是它在開車的感覺上 它可能都會給你有不小的落差 但是換個角度講呢 它等於是讓想買車的朋友呢 它有更寬廣的選擇 於是它有七種車型 好比說汽油版它就有三種 那麼Hybrid版本呢 它就有四種 那我們今天算是試駕的是 Hybrid版本的旗艦版車型 這台是9300,000 首先我們坐到車上 大家有沒有覺得它的競速性變好 因為這一代的Hybrid呢 引擎的下護板 它有一個新的3M的隔音材質 那就連後箱蓋也是 那這些呢都強化 所以你會覺得它坐在裡面呢 那個競速性變得更棒 而且你還有一個EV模式 那當然EV模式呢 你可以存電行駛 但是如果你像我現在 我現在只要把油門踩大呢 它的引擎就一定會發動 所以就是採用 就是Hybrid的模式行徑 在寧靜的情況下去 享受它低污染高效能的動力 這也是Carola Coast它的重點之一 那我們回過頭來聊聊它的內裝 內裝呢其實在尊爵版車型以上呢 它的儀表就已經是配上了12.3吋的全彩數位儀表 它有四種模式 除了標準的模式呢 它還有Eco Normal Power 那麼中間的 液晶顯示幕 觸控液晶顯示幕呢 你會覺得這個懸浮式的螢幕還蠻大的 它是9吋的觸控液晶顯示幕 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它都是具備無線連結 那同時它在整個螢幕的畫質 它進步了 包括你在全車 就是360度的環景攝影的部分呢 你也會覺得它變得更精細 那這是在過去的Carola Coast感受不到的 那這一次是可以很明確的去體現到 那在排檔座的部分呢 當然除了Drive Mode的開關以外 動態穩定系統開關 它旁邊有一個EV Mode 就是你在市區行走的時候 讓你感受到類似純電車的那種寧靜的感覺 那有一個重點來了 就是它的這個電池 過去是採用涅氫電池 那現在是換上了離電池 所以光是重量它都減輕了14公斤 等於它的效能也變得更好 能量密度也變得更強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電子手煞車 可能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電子手煞車有什麼差別 我剛才示範的功能就是 萬一如果駕駛者的身體不舒服 你又擔心說 那它身體不舒服 它甚至突然昏迷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你傳統手煞車一拉 你可能會造成翻車 這時候你只要輕翻電子手煞車 它就可以緩慢的把車停下來 這是副手做可以很輕鬆操作的一個秘訣 而且呢 它對於整個半自動駕駛的補助 也有正面的幫助 就好比說它已經進化到了 還有TSS2.0 包括ACC 因為有了電子手煞車 還有Auto Hold的輔助 它現在是全速域的操作 你只要輕按它 右側方向盤盤浮的開關 那你就可以減少你的疲勞 它還有盲點偵測 那包括它的360度環景攝影 那麼因為是頂級的版本呢 它還有後方車流警示 很多小型的休旅車 它後座沒有出風口 它的後座還有一個出風口 它雖然車身不大 這台車還不到4米5 但是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車格設計 它會給你一種放大的感覺 就好比說它的軸距是2640mm 可是神奇的是你坐在後座 你不覺得它的軸距還不到2米7 它就是被放大 這也是我經常坐Uber的時候呢 我感受到還蠻舒服的 所以我還蠻享受就是叫到Caracos 那麼對於自己家人乘坐呢 這台車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的椅背是可以調整的 它具備兩段調整的功能 所以你長途乘坐的時候 它可以減緩你的疲勞感 那麼我坐在前座 我的駕駛座的部分呢 它是具備12項的電動調整 那當然因為它跟 像Camaria Crown的這些車款 它的座椅的那種講究度 還是有差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的是 它在支撐力 還有乘坐的舒適性上 它還是做的挺不錯的 尤其在縫線的部分 它是用這個真的縫線 那真的縫線呢 你在觸摸還有視覺質感 它就真的會比較細緻 那麼另外呢 在椅背的部分呢 它很巧妙的用了一個 對比色的擠皮 就是類擠皮 那說真的啦 這個對乘坐沒有任何幫助 但是對視覺質感有幫助 那麼除了我剛才提到 它的ACC全速域操作減電以外 這一次的TSS2.0呢 它等於涵蓋了 34個主備動的安全防護 那其中也包括它有 7具SRS輔助氣囊 包含它的駕駛座的 膝部輔助氣囊 那另外呢 它的行李箱 等於有487公升 已經算是這個級距裡面 算是最大的車款 那當然啦 比Kids啊 比HRV 那甚至是MG的HS 這些都要來得更大 那麼同時 它的行李箱的離地高呢 也拿捏得剛剛好 就是70多公分呢 就是一般成人 你在提重物的時候最方便 你不會太彎腰 那你在提取重物的時候呢 也不容易受傷 就是算是它在設計上的一些小貼心 那說真的 Toyota這個品牌呢 它一直給人家高品質 經久耐用 而且它的養護成本低 就是甚至你到時候要賣車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哇 它的價錢怎麼比人家好 這就算是它的優點 在動力編程的部分呢 Carola Cours有兩種版本 那都是1.8的排氣量 那首先在汽油版的部分呢 它是跟我們家的Sienta一樣 用2ZR FE的引擎 說起來啊 如果你有預算考量的話 我其實也蠻推薦這一顆引擎 因為我買了兩台Sienta都用這個引擎 它保養便宜 而且加速呢 算是相當的順暢 開到10萬公里呢 也沒有任何的毛病 所以如果預算型買家呢 你可以選擇這一款 那麼對我來講啊 我覺得Hybrid是算是 Carola Cours展現科技的精髓 除了它是唯一百萬元內 你可以用這個價位買到的 Hybrid的SUV 它等於在經濟效益上呢 會讓你覺得滿意 因為它的重效馬力122匹 可是因為它還有馬達在輔助 所以油門起步的那個瞬間呢 馬達帶動 你會覺得相對的比較輕快 雖然它不是到相當狂猛的那一種 跑車型修宇的境界 但是它絕對能夠滿足多數人 就是上山下海的需求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的引擎呢 省油省碎 它的電池呢 從涅輕升級到了鋰電池 它能量密度變得更強 所以它平均的油耗也提升到了23.5公里 這個在一台休旅車裡面呢 它算是相當的不得了 爬山的時候呢 像現在在山道 你也不會覺得有那一種吃力的感覺 說真的我覺得 Toyota自從用了TNGA平台以後呢 它的操控已經都相當的出色 那即使是這一台Carola Cours 除了它輕量化高剛性以外 它在懸吊的調教上呢 它真的能夠把那一種 靈活跟俐落的操控 給它完全展現出來 就好比說這台車的前懸吊 它是麥花城 後面呢是扭力梁 可能大家過去對扭力梁的感覺呢 就會覺得說 扭力梁應該就會很跳啊 坐起來很不舒服啊 但是說真的 你只要開過Carola Cours 你會發現它的懸吊厲害是在於 那個阻尼的回饋 它具備支撐力 但是又不輸它的舒適性 你在過彎的瞬間呢 它可以保有相當好的那一種 懸吊的支撐 遇到顛簸路面呢 它也同時可以具備足夠的吸震效果 那這一次的設定呢 它反而會給你一種 你看像現在這種顛簸路面 它會給你一種沉穩跟扎實的感覺 那麼再加上扭力梁高速 它帶來的那種穩定性 等於這一台車 不管是你在市區行駛 或者是在郊區的奔馳 它會讓你覺得它是一台 好開靈活 而且保有俐落操控的國產休旅車 除了原本TNGA優異的體質以外 這一次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針對了包含GR Sport的版本 排氣通道的部分呢 它有強化的拉桿 等於這個部分 你不用額外再花錢去做改裝 它是一台能夠讓你在能力所及 可以負擔 不會覺得很費勁的情況下 可以擁有最棒的國產SUV 其實試玩國產一哥Carola Coast呢 我心裡有幾個心得 第一個就是它的視覺質感真的提升 包括頭燈會讓你覺得好像 試駕那種百萬級進口車 有那種高級感 但是它的整個售價的編程 Range太大 有一些低階版車型呢 在安全配備上呢 它就沒有像高階這麼豐富 所以這一個部分呢 等於原廠是鼓勵你買像頂級車型的 但是回過頭來 Carola Coast有了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有同級車裡面最大的空間 還有它有其他車所沒有的油電科技 如果對上它的同級對手 像是HRV 它最大的優勢在於動力跟操控 那麼另外一個KIDS 它的空間當然具有壓倒性的勝利 而且KIDS如果你要買油電板 它已經變成是超過百萬元預算 要選擇泰國進口的KIDS 那麼它還可以向上挑戰 更高一階的中大型休旅 中大型休旅當然有科技有動力有操控 但是它沒有的是Carola Coast獨有的Hybrid 一公升跑23.5的優異油耗 這是SUV你想都不用想 甚至很多小型車的油耗 還沒有辦法像它那麼出色 所以它相當適合營業用車 也相當適合公司用車 那麼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心裡會糾結說 那Hybrid到時候它的電池壞掉怎麼辦呢 事實上這也不用擔心 它的電池有8年16萬公里的保固 再加上現在換上了鋰電池 它的能量密度更強又更輕 所以即使開到你想要換車 它都還不一定會壞 buguj... 再加上鋰電池 要抓到 要抓到 我要跟他 ,下建製 by bwd6